之前我也做过许多豆腐料理 有金沙 红烧 甚至有一些炒豆干 这个豆制类的料理 像我之前在做餐厅的时候 只要我看到客人一家子来 都一定会点这道菜 海鲜豆腐宝 不管他们是直接吃 拌饭拌面都很适合 那今天我把这道料理 把它家常化 简单一点的版本 但是做出来的味道也是非常的可口 大家好 我是阿沁 跟着阿沁的脚步 一起来制作这道好吃的餐馆名菜 海鲜豆腐包 那我今天选用的豆腐是鸡蛋豆腐 它拿来做煎跟炸 我觉得味道最香最好吃 这个盖子打开之后 中间一刀 顺着它的纹路切 豆腐简单的切好之后 甜豆当然必须把它头尾 这个比较粗的纤维地方把它撕掉 那海鲜的部分 我用现剥的白虾仁 还有透抽 透抽洗干净 去内脏直接切 轮切状 那我现在第一个步骤来做煎豆腐 豆腐包的酱料 我这边加入的是酱油膏 两大匙 乌醋是这个大匙的二分之一匙 提味而已 好 再来米酒 米酒是一大匙 我们适时的加一点点豆瓣酱 让它这个辣度去提味 这样起来豆腐包的味道会非常的美味 豆瓣酱是加二分之一匙下来 好 再来水是加三大匙下来 白胡椒粉二分之一小匙 糖的部分是一大匙 糖是做一个提鲜的作用 稍微搅拌一下 好 来 太白粉的部分 我是加二分之一小匙下来 好 记得太白粉一定要把它搅散 如果你太白粉没有搅散 你会有颗粒 然后QQ的 这样就不漂亮了 我们刚刚调料的同时 豆腐的部分也好了 直接就可以翻面了 跟大家说 这个鸡蛋豆腐一定要煎上色 就是我们大家说的恰恰 因为这种盒装的豆腐 闷烧的时候味道比较不容易进去 所以你必须靠表面它的焦香 瞬间去吸附汤汁 达到入味的效果 好 来 那你看我现在两面都金黄了 好 我现在就可以起来了 它煎起来就是这样 非常的漂亮 我们看到火候跟时间一定要拿捏好 好 这时候我再转回中火 我自己再加入一大匙的油下来 油下去之后 蒜头先下来稍微炒香 蒜头下去炒香大概20秒之后 红萝卜先下来 炒一下 让它可以味道不要那么重 红萝卜下去爆炒 你看它的颜色稍微转色了 大概30秒之后 甜豆加下来 甜豆下去大概炒个10秒之后 它海鲜料全部加下来了 海鲜料下去之后 我就转大火了 你海鲜下去 它就会慢慢你会看有出水 大概炒个10秒就好了 刚刚调好的酱汁搅拌一下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怕太白粉会沉淀在下面 加下来 这些都要让它均匀的下去 豆腐也跟着下来 下去之后 我转小火让它稍微微煮一下 我煮的时间差不多抓在2分钟 这时候我就可以关火 如果你家里有砂锅 你现在就跟着我做下一步动作 那个砂锅的温度一定要够热 大概你手去摸会有烫手的感觉 这样的热度才够 我们就把刚刚的豆腐堡倒下来 这个时候九层塔再冲力 冲力加下来 盖上锅盖 现在是开大火 用一点点米酒 破一点点的乌醋 一点点就好 这个比例大概是3比1的概念 锅子边边 来 淋上来 好 香喷喷的砂锅料理 哇哦 海鲜豆腐包 香喷喷热腾腾的上菜咯 如果你有喜欢今天影片的朋友们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 那阿清知道说 今天的影片你有喜欢 对你有帮助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